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宁波化生物的第五部分 那么首先我要来讲这其中的四个生物 首先第一个它是G的发音 这个生物G它这K所代表是一个轻不送气软厄色音 那么它的国境标也是用K的字母来表示 那么宁波化中生物K它所发音是与普通话中生物这个G是相同的 那么举例字来说就是 那么 那么接下来呢它那个KH它是一个轻松气的软厄色音 那么它的这个生物KH所发音是和普通话中生物K其实相同的 比如说 那么接下来生物这个G是一个软 软就是浊软恶色音 那么它的国际音标也是用G的字母来表示 那么宁国话生物G和K 它是一个相同发音部位的一个浊音 那么发音与英语中辅音的G比较类似 那么普通话中是没有与它发音相同一个生物 那么注意不要与生物K这个G 这个发音总混淆 比如说它这里例子 那么接下去呢是一个软恶鼻音 它是NG来表示 它是Ng的音 比较常见的 就是如果不会发音的话 它就是上恶 比较稍微有点靠后那个软恶的部位 跟舌头 就是稍微贴一下 它就能发出这样的音 那么宁国话呢 这个生物NG和它这个K发音是相同部位的一个鼻音 它与普通话这个后鼻音韵尾的发音相似 那么在宁国话中它可以作为一个生物 也可以作为一个自成音节的一个韵母 但是会在韵母章节介绍 那么首先例子来读一下 Ga Go Go Ge Ge Gou Goi Ga Go Ga Go 好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啊 下 那就下次再见了 这位 Ga Go Go G